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 优化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 是听取业界诉求而作的决定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 百分百担保特贵贷款 由18个月雇员薪金和租金总和增加到27个月 上限增加到900万 还款期延至10年 邱腾华说措施是回应业界诉求 延长还款期增加贷款额 可以给中小企缴付租金等支出 帮他们渡过难关 另外预算案亦预留12亿6千万支援和发展旅游业 包括设立文化股积本地游 并提供6千万资助业界培训 邱腾华相信疫情消退恢复通关之后 相关资助可以增强本港的吸引力 促进经济更快恢复